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蹲石头坑 吃草 以及钻狗熊洞之后完成了兽神 很快爸爸就以亚瑟要开学为由带他离开 但今晚正好是第十个月圆之夜 是进入豪发国的好时机 亚瑟等这天等了很久 因为他还心心念念着豪发公主 但爸爸都这样说了就只能妥协了 就在这时一只蜘蛛从房梁上垂下来 给了他一粒写着救命的米 亚瑟认定是豪发国陷入了危机 但爸爸催促着让他离开 亚瑟只好趁拥抱的时候将消息告诉外公 让外公去救豪发人 半路上他们的车没了油 亚瑟趁爸妈下车加油时 用毛毯盖住狗狗假装是自己在后座睡觉 偷偷跑回了外公家 亚瑟急忙用望远镜赶去豪发国 到午夜时乌云却将月亮给遮住 他没办法进入豪发国 非洲人用绳子活生生地将亚瑟勒小 他终于成功地进入豪发国 但他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 不然就要再等十个月圆之夜才能出来 亚瑟调到死亡城的一个酒吧里 酒吧老板缺雅哥告诉他死亡之城换了个新城主 这个新城主特别严 城门不能随便打开 于是 缺雅哥带着亚瑟去找他表哥帮忙 另一边亚瑟跑掉之后很快就被爸妈发现 开车返回找他时遇上了羊群 并且和其中一只羊正面相撞 而亚瑟他们半路上巧遇了被捉住的豪发国王子红毛 缺雅自来熟地拉着路人站在路中央聊天 正好挡住了压介红毛车辆的去路 军队偷偷下来叫两人让开 我可是正规军不是什么片警 该怎么做 你懂的吧 缺雅给他来了段freestyle拖延时间 亚瑟则趁机救出了红毛 但还是被发现了 亚瑟虽然是新司机上路 但他可是骑过蚊子的人 很快他们就甩开了屁股后面的追兵 却被摔晕过去 另一边爸妈终于狼狈地赶回了外婆家 亚瑟醒过来时天已经亮了 他完全忘记了自己天亮前必须回去 红毛用无敌棒棒糖轻松解决了一只蜘蛛 他们骑着蜘蛛回好法国 路上亚瑟问红毛发生了什么 但红毛也不知道 所以到底是谁在向亚瑟求救不得而知 他们回到了好法国 国王正在准备晚宴 亚瑟问国王关于救命米的事 国王也一无所知 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儿子红毛曾经被抓走过 老燕鼠告诉亚瑟 他走后公主非常思念他 每天都要去苹果园唱一下好想你 还专门穿上玫瑰裙迎接亚瑟 但亚瑟一直都没有再回来过 公主伤心极了 老燕鼠带着他去找公主 诶 等等 怎么感觉电影就要完美结局了呢 不是说马塔莎的复仇吗 大boss都还没出来怎么可能结束呢 果不其然他们发现公主失踪了 亚瑟觉得救命米一定是公主给的 但很快公主就回来了 是被大boss马塔莎捉回来的 马塔莎的欲望是征服人类的世界 原来马塔莎躲在亚瑟家的橱柜里 看到了他们一家人的生活 这唤醒了他征服的欲望 但矮小的身躯对他来说没有一点优势 于是他故意将救命米送给亚瑟 并跟着亚瑟的屁股后来到了毫发国 马塔莎带着公主想通过望远镜变大 情急之下 亚瑟用铁球击中了他的脑袋 马塔莎被望远镜单独吸出 像颗炮弹一样射向远方 同时望远镜也被毁掉 这意味着亚瑟变不回人类了 然而亚瑟对此还毫不知情 他正和公主交换彼此的第二次吻 而马摩也成功地变大 开始了他对人类的征途 这部电影算是给第三部做了一个铺垫吧 好了 如果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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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